干燥剂不只是干燥剂,你可不能不知道哟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生活 我是您的好朋友楼兰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干燥剂 每次买零食、买鞋子或其他用品的时候 这个包装盒里面通常都会有一袋颗粒物状的干燥剂包 很多人会直接把它扔掉 其实这个干燥剂包有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妙用 所以您真的真的不要再把它水手丢进垃圾桶了 以下我就来分享一些干燥剂包的妙用 首先干燥剂包可除去鞋子的异味 脚汗重的朋友鞋子里总是湿漉漉的 还会伴有较重的异味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在鞋子里面放上几包干燥剂 第二天鞋子就会变得干燥无味了 甚至比超市买的除透剂还要管用呢 再来干燥剂包可防止调味料结块 在夏季我们常用的食盐 鸡精这些调味料总是容易结块 这是因为长期受到空气湿度影响 调味料吸收的水分受潮后引起的 所以你只需要把干燥剂包放在食盐或其他调味盒中 给它盖上盖子放置一下 就能轻松化解调味料结块的问题 干燥剂包还可以防锈 对于一些容易生锈的金属用品 我们也可以利用干燥剂包防止它生锈 比如剪刀刮胡刀这些金属用品 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生锈 然后就会变得比较顿不好用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往收纳盒里面丢几包干燥剂 就能有效解决金属制品生锈变顿的情况 另外干燥剂包也能防止电子设备受潮 电子设备受潮后就容易损坏 这时不妨在储存包里面放几包干燥剂 就可以安心哦 干燥剂包也能保护老照片不变黄 记录我们最美好回忆的老旧照片 放久以后常会因为受潮而变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在相片收纳盒里面放几包干燥剂 就能轻松解决了 另外干燥剂还有一个很大的妙用 就是可以减少车窗起雾的问题 车窗起雾就容易影响开车视线 还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其实我们只要在窗户底部放点干燥剂 就可以有效解决车窗起雾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以上的分享能让您对干燥剂的效用 有心的了解 能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或者分享干燥剂包的其他用途 如果喜欢的话 也请帮忙点赞转发并持续关注 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